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又重新被人们提起了 只要你打开抖音 上面经常出现这个城市的画面 人们感叹的究竟是什么呢 它如此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哪里呢 重庆的火锅也是家喻户晓 没来过的人想吃 吃过的人还想吃 这里的人们每顿饭都少不了辣的 真是少了这个味道都吃不下饭呀 重庆这个地方的美女也是非常的多 虽然她们爱吃辣 但是皮肤都特别的好 水灵极了 让我都羡慕不已呀 重庆的面市也是非常的出名 重庆小面前几年还非常的火 能开一家这样的店 真是不愁吃穿了呀 重庆的建筑也是很有意思的 总能给你意外的惊喜 你觉得你站在平地上吗 其实不然 你现在没准是在很高的地方 有恐高中的人 千万不要随便的往下面看呀 因为你看到的 没准让你的小心脏受到惊吓了 重庆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养人的 这里的人并没有因为吃辣 而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皮肤会很干燥 你走在重庆的街上看到的都是身材高挑 长相美丽 穿着时尚的小仙女们 独具特色的建筑也让这里的人们变得更加的懂得生活 劳累一天的工作之后 约上几个好友 在重庆这样的城市里散步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路灯照耀下的街道 一定让这座城市更加的神秘迷人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